歡迎收看水電爸爸 大家好,我是又來啊 阿翁伯伯,最近熱人到了 電池又要變夏季用電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要怎麼熱人吹冷氣比較省錢 或是怎樣比較省電費 所以你這一集要分享什麼東西 好,我們這一集就來和大家分享 要怎麼讓宿舍用的運動更多 還可以賺錢的方式 你這樣說話像在詐騙一樣 是不是詐騙的? 我們繼續看的就知道 要看之前會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你們的家 Let's go 我們剛才說可以讓室內降溫 還可以探上方式 就是這裡我給大家看 可以像我們家可以用的 廚房來造陽光輔助車 讓他們來造太陽能 這樣我們就可以探上去做金錢 你一公佬把廚房做人造太陽能 一定很多人會怕很多問題 所以你先說明一下 這是怎麼探的 我們後面比較吸引這個太陽能板 它的安裝的過程是怎樣 好啊,好啊 我們首先來說陽光輔助車 這間公司的時候 可能有的人會感到稀疏 其實這是我們國內專門電池的十足 讓它專門協調、民眾 來建設太陽能的電池 它目前的時候 一定建設超過600座 一般我們要做太陽能電池的時候 有兩種方式 有的就是自己像這樣自己的處定 開支叫唱上來做電池 這樣可以探 有的沒有想要開支 也想要做電池 這另外一種 我們就是可以將我們的處定 做陽光輔助車來建設太陽能 這樣我們可以探租金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種對不對 對,我們今天就要解釋了一種 我們也是要注意一個方便 不是說我們要做他們 他們就要做啦 要做之前他們就要請到 其實檢查看我們家的 一定去多久了 再來看我們的老闆 有夠用嗎 我們的聽到 他的跌棚有夠熱嗎 經過他系列的平國之後 才會知道說 要做還是不跟我們做 不是說我們要做 他就可以跟我們做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 為了要保護我們的主機 讓我們自己 這些是我們的處女頭的安全 我們還要做這個平國 大家看新聞就知道 有的太陽能板評估的時候 沒有評估就好嗎 風太梯來吹的就照樣 有的風太梯來 太陽能板就有的效果 對啊,所以你跟我說 那麼多人接下來 就要去實際的安裝過程 給大家看 就知道他們到底有學不會真話 好啊,好啊 來,大家繼續再看下去 這年我們要來看落空 啊,因為他這個掌了就調好了 還有一方面就是 我們為了要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紙巾 還有一個拍攝的過程 做一個記錄 所以這個東西 原地是首先都要落好 然後來紙巾好 然後放這個更滑 啊,現在為了讓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們更滑先放的 這裡要落空 還有紙巾 我先來問財富一個 老闆 像我們這個落的時候要落多少寸 差不多在8公分至10公分 因為我們一般老闆 如果15公分 我們也不可以落生巾嘛 生巾會有貫穿的問題 哦 這樣大家就知道了 一般哦 老闆在說的就是差不多8公分 你不可以超過生巾 不然你如果老闆的時候 落到生巾 一個通過 這聲音就沒問題了 好,來,麻煩我們老闆 我們落好之後 我們確定 沖度之後 我們就會 做清潔的動作 我們確定清潔完成後 他會再做紙巾 哦,像剛才哦 他要紙巾進場 空落好之後 他形容中 從裡面 擋住 穿住之後 才會用紙巾 如果沒有 紙巾效果就沒有效了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紙巾效果的時候 他是實力度的 哦,這是特別的 你是每次都用這個 對啊,每次都用這個 RU500V3 這機有防水認證 哦,所以我們在用這個紙巾效果的時候 我們不是黑白做的 挑戰用實力度的 RU500 它這個防水認證的東西在用 哦,大家可以繼續看 它這個最好的程度就是 要出油差不多 大概這個劑量 哦,不是炒的就好了 我們在用的時候 就要看它的紙巾交出來 炒多車 稍微練一下 啊,我們的紙巾交用的時候 炒多久會搭 像這個夏天四點鐘 至八點鐘 一般我們都會等八點鐘 腳來把它刷 哦,這個算是 保護自己、保護百人 可以四點鐘、七、八點鐘 但是老闆都八點鐘比較下去 這樣比較補到 這個紙巾交也好夠 好,我們進來看這個紙巾交的安裝 我來問一下老闆 老闆,請問一下 這是跟百蝦嗎? 是,這是百蝦、七、六、五 啊,它的百蝦就是這個寸 它的跨度百蝦 啊,這邊有七十五 啊,這個九度寸 基本這個是五 它是百蝦、七、六、五、七、五、七、 這是標準的規格料 哦,啊,我今天看到這個喔 工理天啊,覺得怪怪 這是有做什麼特殊處理嗎? 所以,這在常來 都做得好,還有上去 熱浸鍍芯 啊,那是要做什麼? 就是防止它,因為我們這在戶外空間 所以你要熱浸鍍芯 它的防腐蝦會好處比較好 會躺比較久 哦,哦,這就是用熱鍍芯的時候 哦,要保護到我們這個港骨 可以預期二十年以上的相名啦 啊,一般我們如果沒有做這個電動的時候 我們如果外面看大鐵齒 那個就很快就壞掉了 不可以弄得那麼久啦 所以,老闆你也很用心的 這都有特別處理 是啊 啊,我們說那麼多的時候 我再給你問一下 我們這個工理天,它能夠有材質證明嗎? 有,我們這個都有經過的熱度心腸 它會出一個材質證明 符合CMS1007的規範的熱度證明給我們 它裡面的證明說 這支H鮮鋼它的模式是1mu 每平方幾克 啊,H鮮鋼大部分每平方都在500克左右 哦,這樣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來啊,我們現在看到,我們來看到旁邊這個 旁邊這個,我看這個C鮮鋼的色水怎麼沒什麼 老闆,啊,這有做什麼處理? 這也是一樣有上去熱鍍芯場做熱鍍芯的處理 啊,它這個每平方,它的規格是在400克左右 這個一樣有做一個熱鍍芯處理 所以有的人會誤會說 啊,你好像工理天做處理 虛仙鋼也沒有做處理,不然就沒辦法補給這個 所以我們手上的那個老闆有說 他說要做這個的時候 他們這些規格是要求都很嚴重的 每一項東西都要做處理後 它更加在安裝,更加在做這樣 你亦願快補給我 一點點頭 你有平方 我覺得平方 很高的 老闆 我要問一下 我們這個太陽能板怎麼都爭出來了 因為它這個要有角度 它的發電效率比較好 一般我們的設計都在五度之七度 向南面 還要向南面這樣 向南面是最好的 我再跟你問一下 我們這個方是都在一間出的嗎? 路達面板出的 我們這個要用台灣有打的 這還有其他要注意的嗎? 注意的就是我們在桌上 就是我們幫只要起來 只要有空的路線 下鎖四點 上壓四點 就是都要給它 就是剛才我們拿的鴨頭 邊壓塊 中壓塊 這都要給它 這樣每一空的時候 我們就都設計到 配合我們的太陽能板 一定煮得都做好在那裡 所以我們來不用一塊 就看得那麼熱 對 這就不可以 因為我們的鐵都是 在工廠加工 比較好 比較爽熱度 對 這樣比較不會有聲 這樣就有問題 這樣算這個東西 都首先要整個好色 蓋起來比較有辦法 對 部分角度都是設計好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不是說青菜公共的 東西首先要設計 來安裝比較漂亮 做起來也比較嚇壽 好 現在我們這個太陽能光電板 一定增一半 我們是正常來切一間外面 到一定正好的溫度 差多少 我們拜託工作人員 幫我們切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外面的溫度 是五十六度 至五十七度 真的有夠熱 我們再來看 我們正好另外一邊的溫度 是差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太陽能做好的地方 我們這個溫度 切成三十七度 這樣你有看到嗎 這就是剛才我在說的 做好之後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溫度 來降我們的方式 齁 差二十多 是真的假的 齁齁齁齁 這個冷氣來 在家裡多多小錢 電池也不用那麼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太陽能的房子做好了 像是它每年 派人來清潔跟電池的保養 電池這邊也會每年 派專業人員來順減跟保養 而且我們要透過我們的數據機 來感控發電的狀況 陽光福島家也會每一座電池做保養 那這個做法就是 可以保養到 溫定發電二十年 那這個一定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的電池 看它配料如何 我們大家會看到我後面這幾個電池 有沒有 我們如果在 尤城太陽能的 浩浩協 才是工廠 我們大家會看到這幾個電池 那如果沒有人 看到這幾個電池 會煩惱 裡面不知道 還會放電池 還會去博雜 我們現在拜託工廠書 來開開 給我們解釋一下 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啊 拜託工廠書麻煩一下 來聽到我們看 謝謝啊 謝謝 一般這次不在聽到不看 大家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不是電池 這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像電腦的主機板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功能元件 就像說 從太陽能板進來 我們會有一個保護開關 然後到機板 機板要藉由說一些控制元件 然後DC轉能交流 然後再到輸出給台電 大概就像這樣 大家怎麼聽 我介紹給你們聽 剛才工廠書他在說 我們太陽能板 它的電來到這裡的時 它原地是電流的啦 經過這個電池 然後變成交流的後 比較過來給台電的營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裡面 它不是放電池 大家不用煩惱 它會復習 好啊 像它這個電池 來給台電的時 有時候大家煩惱 中了不知道有什麼 其他煩惱的問題 麻煩西夫給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這邊前面有一個DC開關 那它這裡就是說 針對電壓 DC太陽能進來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保護 所以有一個DC開關 進到機板之後 我們整體上都會做一些偵測 那偵測就會做一些保護 像太陽能板的電壓有異常 我們也會做保護 AC有異常也會做保護 那在AC部分的話 它在後面其實有四顆的計電器 這是也是一個法規上規範的 然後我們電力有問題 我們的計電器就會跳脫 就保護 然後控制它去做跳脫 等到台電的定壓都是正常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做法規上的規範 一個300秒的孤島效應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讓它等到300秒完之後 然後計電器才會再去做動作 然後讓電力能直接傳輸到輸出去 好 大家可能聽不懂 來我再解釋一下 他剛才工廠書他在說 就是說 在我們的滴流 一般來到這裡送給台電 中間有做保護開關 原來如果兩顆有夠的時候 剛才工廠書告訴我 他才有四顆 他這是政府規定的 就是法規裡面規定的 萬物他台電的電 沒有送來的時候 我們的電也不會送出來 因為他有感覆到說 台電的電沒有來 他就要在300秒之後 有感覆到說台電那裡有電來 我們這裡電才會衝動 然後讓它們合作 如果如果是台電的家 有輕電的狀況 我們電也不會送到出來 這一個方面 保護到廚家 一個方面 保護到台電的 這些東西 都可以保護得到 大家就不用煩惱說 我們倒衝 是說輕電的時候 我們這裡會出狀況 這就很安全的保護 真的 要給你問一下 剛才我們有說到 有數據機 能夠感觸到 我們的太陽能 發電的狀況 要監測系統 感受這些 我們的話是說 監控系統 其實他們會有另外 裝一套的監控設備 那他們監控設備的話 就去問我們 逆電器現在的發電的狀況 石油電壓或 AC電壓這些的資訊 然後再藉由資料搜集器 等於監控軟體 他會去做整合 然後去丟到雲端上去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從網路上就可以看到資料 現在這是在一個部分 他們會另外旁邊這邊 會多裝一個監控箱 在這邊 這家的 這家就是感控的 這就是我們的 太陽能光電板 他現在如果收電 就是我們的發電的情形 多少 他的數據 他會穿到雲端 雲端我們在後台 甚至我們手機 我們會看到 我們每一台平台 或是每一台電池 他會發電狀況 真的進步到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這家相片 他這是AC的單上 百日子的相片 我來開給大家看 這個這樣看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好 我來開一開 好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這家相片很可愛 對 跟家裡的都不一樣 跟我們家裡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家裡的電池 是中電源的頂管 內部跟本來 每一回的開關 都會給我們家裡 不管是叉轍 還是其他的電器用品 但是這個不太好 我們有看到這個 不太好 就是從剛才我們的DC 變成AC 電流變成交流 每一台電源 它是倒桃桑 它的電池 在後面上到外 上到外 上到外 之後跟一張 來給這個中開關 所以這個 如果在維修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不是說這台金條 沒有電 這台金條 有電 這裡都有電 每一回路 金條 它才會沒有電 因為如果是家裡的 就是中開關 送給各分路 它這是集中開 所以如果像在維修這個 是說不專業的 這台 拜託不要開 沒有時間 你當作金電 還會有電 還會有電 老電去電到 那它放進去 是放進去嗎 這放進去 我們等一下 再到樓下看看 來到樓下 我們可以看到它 它這裡有什麼 太陽能光電專用 讓我開 大家看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這個電 是倒頭上 它是這樣 爬上去 經過這個 裂架後 再過來電錶車 因為電錶 要不來安裝 我給你看 像現在我們的電 送來到電錶車 就要送去台電那裡 但是不是這樣 這麼簡單 因為這裡 電管這裡還有一個 保護開關 萬物於我們的電池 有問題 尤其是台電那裡 有問題 我們這裡把它切開 兩邊都沒有影響了 何時可以 再加一個保護在這裡 有時候大家會問 萬物人 樓下天理工信 甚至是 如果流電的時候 要怎麼辦 其實想像 都會幫我們想好 你看這些想像 裡面的操縱 而且我們頭部都會 打這些地方 打到切 我們的歐姆書 會過 這樣保護到 我們自己在使用 跟其他 天氣因素 還有其他 因素 的流電經營 就要照我們頭部 大家不用擔心 還有老天的問題 現在我們這裡的東西 都差不多要好了 再來就是 我們太陽能人 全部完工之後 就從台電來上廟 這樣就完工了 喔 大家可以看 我這裡有多少人 像這個老人 我們在頭廁園的時候 我們想要把家裡 蓋一個量亭的時候 就像我這樣 不只可以讓我們的家 可以降溫 還可以保持20年 我們採20年的被動收入 對啊 還可以創造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對 直接讓大家看到 這個時間的過程 大家就知道 這個時間的過程很重要 不單單太陽能 正好 那就很費氣了 還要了解 那就吃肉 甚至說 全部都做好了 還要促進去老廁 後面再做一個保修 這也很費氣 重點是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要找一個比較專業的 可以信任的合作團隊 來做合作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查看這個影片 可以連結 聯絡陽光福特家的團隊 他們有專人 協助評估你們家的處理 另外 陽光福特家 還有提供優惠 給收看的朋友 註冊成為會員 可以讓我們獲得 500點的福特金點數 哇 到這裡好 會記得大家快要註冊 電費館還有500塊的福特金 看之後有興趣的人 可以讓我們影片的資訊欄 了解一下 我們這一集就到這裡 拜拜 再見 什麼的 我給你問一下 我們的汽車這麼大 穿這個搜索要一樣做 我們這些太陽能板 鋼琴所有的都很愛做 我們到底是要賺什麼 其實就是賺工程跟後面維護的錢 這錢要怎樣 這個錢的話 因為我們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它就會把電賣給台電 那我們中間會抽一點維護的費用 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電廟 對 台電要裡面有一些離巡 我們把它分潤 就是說 保養 或是這個工程費用 比較容易處理 對 我們大家知道 不然大家 都這裡不是在探什麼 做白鋼 都在陶寧說的 在詐騙 阿塞 我又跟你請教一下 如果想買給做處鋸 最討厭的話 你們最討厭的 最常其實會問說 會不會有電磁波 其實電磁波來講的話 我們機器其實都有檢測過 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 機器一定會有電磁波 可是都比我們平常用到微波爐 吹風機這種都還低很多 這樣大家就可以了解 其實他們每一張 他們都會切 這個電磁波 是大家都很煩惱的問題 但是那個電磁波 我們在找他們的電磁波就比這個更多 或是我們在用電鍋 或是電磁爐在煮東西的電磁波 就都比這個更多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煩惱電磁波的問題了